多结枪佛 是哪一尊佛 有传承吗 国际佛教生理总会解说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如果按修行的发心和成就的大小 快慢来分的话 佛教可以分成小圣 大圣和密圣 而如果按照佛教的派别来分 藏密分为宁玛 嘎举 撒迦 格鲁 绝囊等十二大派 另有很多支派 佛教还有唐密 东密 显宗 禅宗 净土 律宗等很多派别 但是 无论是小圣 大圣或密圣 还是这些派别 他们全部都是接受多结枪佛的传承 多结枪佛是法界中所有佛教的真正的有形体的第一位始祖 没有多结枪佛就没有佛教 没有佛法 没有佛学 没有任何佛陀和菩萨 没有法王 没有仁波切 没有法师 没有佛教徒 而只有宇宙的不生不灭之真谛概念 这概念既是普贤王如来 阿达尔玛佛 无相法身佛 法身无相 言语道断 心性极灭 无以说法主 称为佛性 并非佛教 故而普贤王如来 以法身圆满多结枪佛 种植具象报身佛体 始创佛教于法界中 传教于三界中 多结枪佛称两次将尺世界 第一次将士及多结枪佛 第二次为摩洁圣尊 第二次将士为多结枪佛 第三次云高一席诺布 在整个佛教 无论是密宗 还是显宗 所有佛教教派的原始祖 都是多结枪佛 无论任何佛法 都是由多结枪佛使传 因为多结枪佛是佛教唯一始祖 多结枪佛成化身燃灯古佛 化身金刚萨多等 由燃灯古佛传授佛法 给释迦摩尼佛 再由释迦佛陀 开说佛法教 但佛法之来源 皆由多结枪佛为始祖 参见文质 号码对照传承归一进 并可粗略了解 因此法界之原始佛 三尊称为法身佛普贤王如来 阿达尔玛佛 宝身佛多结枪佛 金刚种持 化身金刚萨多 两千多年来 不同派别之间的相互融合和衍生 主师们互相传法和学习 使得整个佛教的传承系统 无比庞大 复杂 绝非几页纸就能描述清楚的 这里由于篇幅所限 无法将所有佛教 教派中佛菩萨 大祖师们全部看出 直列百分之几作为代表 虽然如此 但传承脉筒正确无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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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